是冰流看足球赛 只要听了雷狗音乐 这个哥们呢 他是一个有自己的一个电视频道 这是他的电视台 叫巴巴斯TV 他是哥奥巴马合影 他要听明年的亚维加的总理 这是他 Less in love 是冰流看足球赛 冰激 只要听了雷狗音乐 亚美加作为雷鬼音乐的发源地 几乎所有的亚美加人 都是雷鬼音乐的爱好者 这只两个超大的网友 感觉到那个 那个姓他发力叫这个老头 他叫 Rasta Master Black 然后这个哥们呢 他是一个有自己的一个电视频道 Black创立电视台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吸引更多雷鬼爱好者 聚集到一起 这是他的电视台 叫巴巴斯TV 他自己拍自己剪自己放 然后他会靠这个台 能生活 这家电视台虽然只有他一个人在运作 但热爱这项事业的Black并不感到辛苦 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目标 这个哥老巴马特业 这是他嘛 Rasta Black 他要竞选那个明年的亚美加的总理 好多就是反正他都要做的这些事情 当时就觉得挺好玩的 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谁口头上说一句就行了呢 对 然后他还拿出来好多的 关于你以前替你选 他已经准备做好了这种宣传单 这是还有一个当地的报纸 报纸上的一个漫画 R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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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是现在的现任的总理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派 两大派代表 对地均 Love how to do unto others as we live in the world to you so we are one love 是雷鬼音乐之父鲍伯玛丽所提出的理念 之所以能够成为塔法礼教的信仰 是因为几乎全部的塔法礼教徒 都是雷鬼音乐的爱好者 and it's like one love 也许在外人看来 Black想法是难以实现的乌托巴 但是身为塔法礼教的信仰 拥有一个心灵上的理想世界 却是他们快乐的源泉